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潜显示 那么佛陀的智慧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潜法的智慧 一种是死法的智慧 什么叫潜法的智慧呢? 就是世修的因言 佛陀开示我们 仁天秤的三规五界十善 跟三秤的四弟十二眼六度 为了满足众生的需求 佛陀讲出了死法界的修音德国 所以这个世修 它的特点 是根据我们 有所得性案例的 就是世修 你要有所得 你要透过对 教法的信説 发愿 来努力的去修学 修学以后 你能够怎么样 修音德国 比方说你 修四弟 你得到阿罗汉国 你修十善 就得到天上的国报 所以世修的特点 就是让我们生命增上 你为什么修学佛法 你当然是想改变自己 你希望你的来生 比今生好 所以你才修学佛法 所以世修就是一种 从因果上 让我们建立一种增上的力量 那么死法就不一样了 死法 他强调是一种理观的智慧 他不是在修音德国 他可以说是超越因果 他等于是在 关照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 他重点在 关照 安住 就可以了 因为心性他没有增减 你不可能说 你今生的心性 到了来生更大 不可能 你就是成佛的 你的心性 跟现在的心性 是一模一样的 但他没有增减 没有生灭 所以你不用去改变他 你只要怎么样 你只要 关照他 安住他就可以了 所以佛陀讲这个法门 本来的意思是 本来全法跟死法 是要同时操作的 就是你从此学佛开始 你在增上的时候 你就是要安住 你要安住的时候 你就得增上 就好像前面的性结品 这个穷子回家以后 他就必须要回归家庭 才可以工作的 就是他在工作的中 他同时回归家庭 回归家庭 同时也工作 反正回家跟工作 是同时操作的 但是 重生的根基当然不一样 所以性结品跟P1品 主要是针对邓根森文说 你看P1品跟性结品 这个穷子 回到家以后 他的父亲并没有马上 要他回归家庭 所以让他去扫厕所 扫完厕所 在领知众物 就告诉他 去同领库房的尊宝 最后再 告诉他 父子相认 而继承家业 所以整个 P1品的前两段 P1说的前两段 就是P1品跟性结品 强调会前入死 先说全法 先从因果上 让他有所得 能够让他有自信 才不会看到 看到他的父亲 就恐怖疾走 就害怕逃走 你有点失良力 你就比较敢去 面对你父亲 比较敢面对佛陀 或者我们老是看到佛陀 就怕 那就很难修学 所以佛陀为了要让 让这个穷子 能够勇敢地面对佛陀 所以先让他拯救圣道 然后再让他 安住心性 成就佛道 但这个不是一个 佛陀所希望的方法 所以佛陀又讲出的 要炒一品 要炒一品的意思就是 佛陀的意思就是 你回家以后 第一件事情 不是工作 第一件事是 父子相认 你回家以后 你能够回归家族 再去工作 你会更有自信 你的工作的 凶量格局会不一样 所以佛陀讲 要炒一品的意思就是说 理官跟士修要同时操作的 所以他来补足 前面的 这个性结品 跟辟一品的不足 是这个概念 好 好 那么 怎么样 理官士修要同时操作呢 我们看 副表 第十三的 要炒一品 事意 我们先解释 这个屏幕 把这个标题 解释一下 看副表 第十三 好 我们把它练一遍 请合掌 那么 药草一品 这个药是怎么样的说明呢 药就是治病 这个药吃下去 它能够调治事大 它能够治疗我们的病痛 这叫药 草 它没有治病的功能 但是它能够接受水的滋润而增长 它不像石头 或者沙石 你水怎么滋润 才不会增长 草它有受论增长的功能 所以说呢 这表示什么呢 三正的佛法的教行 它所成就的出世的善根 包括疏离心 菩提心 在做药 就是你修事 第十二一元六度 会帮助你 产生疏离心 菩提心 那么这样子 对我们心中的 三界的反导跟业力 有对次 这种病痛 有对次的效果 叫做药 那么 其实五寸 五寸的众生 都叫做草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草 但是草中啊 有治病功能的叫做药 所以我们三寸人 同时是草 同时是药 但是人天寸 只能叫做草 它没有药的功能 所以药草就是 包括五寸的善根 都叫做药草 其中三寸的善根 特别是草中 就带有药 叫药草 那么众生依止 五寸佛法的修行正果 就好像草木 依止土地的生长 跟以水之路的一样 它能够既生又长 比如说药草一品 那么药草一品 当然主要讲两件事情 就这个草啊 就生长在大地上 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生长呢 当然是佛陀的法语教化 你没有一佛法 你怎么修学 那么它以水降下来以后 这个草木呢 它往上生长 就是世修 它得到 它应该有的因果 但是它的根 它往下发展 它能够趋向真如 就强调理官 所以 整个药草一品 讲到这个草木的善根 讲到两件事 第一个向上增长 第二个向下安住 就讲这两件事情 而这两个是同时 既足相应的 同时发生的 讲这个观念 好我们看 第二个 看经文药义 看 看这个 看这个 请合掌 二 经文药义 本经前法说一周 上根施利佛灵节 佛记为素成 乃至受记 今辟说一周 中根四人信节 并自处穷子之欲 故佛今说 药草玉品 以素成应可 文中略有二意 一 无差而差 一与一地虽同 而三草二目 生长各异 与佛教随同 而五乘众生 发心及善根有别 二 差而无差 三草二目 种虽有别 同时一地所生 异于所认 为佛教随 五乘教法 辅射一切万恳 而万恳 终归一心 所谓借以如来灭度 而灭度之 彰显原教 统设诸法 一心统设万恳 又比一切差别草木 种之根茎之业 皆为异于所略 皆以大地为所依故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 整个药草玉品的大义 做一个说明 就是本经在前面的 方便品当中 佛说是直接用法义 来开显 前世的关系 叫法说义中 那么从法义上得解 是谁呢 善根设立佛尊者 所以佛陀 马上为他授记 就是你只要记住 理官是修 你只要安住真如 而生其的修学 那么你就成佛资格了 那么到了辟说一周 宗根是人 就是生闻是人 那么 并自述穷子之欲 故佛经说要草玉品 那么穷子之欲 就是说明自己的理解 佛陀开始 从他自己的 从他的回家工作的事修 到最后继承家业的理官 所以 只要你理官事修都记住了 佛陀也是 素成应可 那么素成应可 以后呢 佛陀等于到了补充 就是说 其实理官事修 是不可以分开说明 不可以分开修的 不能够说 先工作再回家 这个是 这个是顿根人的修法 所以佛陀又补充了两个观念 一个是无差而差 差而无差 无差而差 它的重点在那个差子 就是 无差 就是 同一片大地 同一位的法语 为什么产生差别 那就是因为世修不同 你看 同一个仪水 同一片大地 但是 印语出 三草恶木 有小草 中草 大草 有小树跟大树 那么各自生长 比佛教的当中啊 虽然同样一念的 中道实相的心性 但是五秤中之 众生的因地的发心 还有他对佛法的理解 的浅身 有所差别 所以 无差而差 那这个当然跟你的环境 跟接受的教育有关系 所以从世修来说是无差而差 但是 如果众生们只要 静下心来回光缓照 就变成 差而无差 不管你追求的是 人天的快乐 二秤的涅槃 或者菩萨的功德 只要你回光缓照 那么就是 同样一念心性 所以三草恶木 总虽有别 同是大地所生 同是中道的实相 所知论 所以佛教 所以五秤教法 同色一切的万法 但是 从世修的角度 一心 开出万法 但是从理观的角度 其实万恶是回归一心的 所以 所谓 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 只要你接受佛法 佛法迟早 会让你成佛的 这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只是迟跟早 就是说 你只要能够回到家 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迟早要继承家业 只要你肯回家 只要你可以回到 佛陀的大家庭 当然 你放弃了佛法 你从今以后 你不再拜佛 不再学习教典 那你是离家出走 那这个例外 就是 我不管你过去 佛陀的保证就是说 只要你肯努力 我不管你过去什么善根 你只要不放弃的 在佛法不断的修学 你迟早会继承家业 迟根早而已 所以彰显佛教的统设万法 一心统设万恨 有比一切差别 就是草木种子的根进之业的各式发展 那么 皆为一一所论 皆地与大地为所一故 所以说 我们从草木的生长来看 向上增长 我们看草木的上半段 那就是世修 那叫做静果受差别 我们短时间来看到 是 你种到的是葡萄树 你当然得到葡萄的果 你送了一个苹果树 得到苹果的果 你种的是一个草 那你生长变成就是一个草 所以 短期来看 每一个人修学佛法 各夺所需 但是你如果深入的去看 每一个人都在回家 就是 诸位 草在生长 你可别忘了 根也在生长 草是往上面生长 你看得到 长出很多水果 但是你根部也在生长 根部开始怎么样 深入你的实际理地 回归真如本性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肯修学佛教 佛陀所设立的法 这个法是佛陀说的 不管是三规五界 是第十二一言 你的生命会同时 两种生长 第一个生长是 你感觉到的 你感觉到的 比方说你念佛 你念佛 你表面上说 我念佛往生进土了 那是你感觉到的 佛陀就说 你在求生进土的过程 你的真如本性 也不断地开闲 这个就是 我们前面说的 诸位 我们回忆一下上一堂课 这个穷子回家以后 刚开始做什么工作 扫厕所 他把厕所扫干净以后 干什么 领支所有的 掌管所有的珍宝 最后才继承家业 你真的认为说 他是最后才领支下业的吗 其实不对 他在扫厕所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已经慢慢再回家了 回家是同时的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就是说 当我们在世修的时候 其实你的真如善根 也在怎么样 在本经说的 叫做不失意的心 叫做真如内心 你表面上在拜佛 念佛 你表面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其实你真正重点是 你的心开始回归真 比方说念佛 我们回归到佛号 佛号是万德欧名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提起佛号 从音言上 那就是音言火报 异佛念佛 现前将来必定见佛 但是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当你要念佛的时候 这个佛号在心中映转 其实你的心 开始跟佛陀怎么样 越来越靠近 众生的心跟佛陀的心 因为你的念佛 你们的心当中 产生一种不失意的心系 不失意的接近 这一点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世修中带有理观 理观中带有世修 这是我们要强调的 理事无碍的观念 好 那么有这种观念以后 我们再来看经文 就能够理解 这一品的大义 看几章的如来述成 如来述成 等于是佛陀一方面 对于中更地址的 讲的性解品 的灵解 会前入使的灵解 表示的认可跟成立 这个是对于他的认可 一方面 佛陀认为意有不足 所以做了补充 就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有两段 我们看更衣的列述成 先做一个简列的述成 看经文 那么就在这个师大弟子 讲完这个性解品以后 佛都开口说话了 告诉加塞尊者跟四大弟子说 善哉善哉 先讲出两句话 就是赞叹 就说得好 说得好 那么第一个善哉呢 就赞叹他对死法的理解 就是说 你打工到最后 终于回家了 对回家的一个理解 第二个 第二个善哉呢 就赞叹他对前法的理解 你回家以后呢 先打工赚钱 是对的 这个你都合乎佛的心意 佛陀目的就是 那你打工赚钱 再回回家庭 你的描述都是对的 你的描述呢 跟佛陀的心意相符的 所以善哉善哉 所以他就说 加这善说如来 真实功德 你的确把佛陀的 全法的功德 死法的功德 就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佛陀要补充的是下面 诚如所言 如来浮游 无量无边 阿真几的功德 佛陀的功德 甚深为妙 如等若以无量异节 说不能尽 这不是你们阿罗汉 邓根声闻所能理解 那么佛陀为什么要强调 是生无能 不能理解呢 这个地方 古德提出了两点 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 以世修来说 佛陀教化地址是 五寸的根基 你只要受了三规 理论上你就是佛陀的地址 那么你只要受三规 所以佛陀就开始 把你列入射受的名单当中了 那么 但是本经所谈到的穷子欲 只是针对恶撑人 你看 佛陀把这个穷子带回家干什么 扫厕所 如果你是一个人天种姓的 佛陀要为你扫厕所吗 当然不会叫你扫厕所 扫厕所还不错的 你要人天种姓回家 先去种水果 你先去种苹果 得到苹果的水果 你还没有办法调伏烦恼 先种水果 得到人天快乐 所以 一由未尽就是说 这个世修 你一直讲到 生文人 第二个 没有讲到人天种姓的 怎么样来回归家庭 第二个 里面讲到菩萨种姓 菩萨种姓可能回家以后 直接就父子相认 就继承家业 然后再学习工作技巧 更好 所以从世修的角度 没有讲到人天秤 没有讲到菩萨秤的 他的学习过程 所以有所不足 第二个 从理观的角度 新增读是遍满的 就是说 当穷子回家以后 注意 他虽然不承认 这个是我的家 他自己指数草安 在外面盖一个毛谱 但是记住 家永远都在 他并不因为说 我否定的家庭 家庭就消失了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一定要打妄想 真如还是在 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家 恒常存在的观念 强调出来 好像说 这个家到后来才出现 你一开始是没有家的 在那边打工 打工到最后 扫完厕所 领支家业以后 家才出现 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对 家永远都在 不管你承不承认 所以对于一心真如的思想 这种 恒常存在的观念 也并没有强调说明 所以 从世修的角度 也不圆满 从理观的角度 也不普遍 所以佛陀必须怎么样 要补充说明 就讲了这个药草一品 是这个概念 好 那么 讲药草一品之前 有一个前方便 看庚厄的广述城 广泛的做一个说明 这个地方有两段 心一长行 常常也分两段 看忍义的证明 权实不可思议 其实佛陀的前法 跟死法 是同时存在 而且不可思议 看魁义的法说 看经文 加设当之 如来是诸法之王 若有所说 皆不虚也 于一切法 以至方便而言说之 其所说法 皆惜到于一切之地 那么 佛陀在讲药草一品之前 先讲理事外的观念 先做一个说明 说 加设当之 如来是诸法之法 佛陀对于全法 死法 死法 理观事就得大自在 为什么呢 莫有所说 皆不虚也 只要这个法 你是得到佛陀传承的 比方说你受死五戒 受死十善 表面上的音言 只是成就人天 那人天的果报 当然是虚望 因为它生灭 佛陀的虚望跟不虚望 意见说 你这个东西会消失 就是虚望 你看空中的浮云 他今天一看 他变出一个兔子 又变成一个龙 那为什么叫虚望呢 因为他变来变去 所以人天果报 佛陀认为是不真实的 但是这个地方 有强调一个观念 若有所说 皆不虚也 那什么意思呢 这以下说明 佛陀对于 他所开导的一切法 刚开始 他是用善巧方便 来强调气急 但是你只要接受这个法 他有一种力量 会慢慢的引导你 到一切之地 就是说 你接受佛法以后 他有两种力量 第一个 会先达到你心中的 一开始设定的要求 我受上规五戒 我就是要得到人天的快乐 我都会先满足你 但是你得到人天快乐以后 你过去受持的 三规五戒的 那个法的力量还在 它会引导你 慢慢的处理 那么这个处理心产生以后 最后一定成佛 这就是佛法殊胜的地方 你看外道 外道也修布施啊 对不对 但是外道你去 你去根据外道来修布施 布施完了以后 你也会升天 但是你跟佛地址 升天不一样 你因为修学佛法而升天 外道从天上掉下来 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他升天 他在修善法之前 他没有修三规一 没有三规一的时候 他得不到佛陀的 法力的 佛的射受 法的射受 生的射受 所以外道 虽然也就 十善四季的升天 但是升完天以后是 就没有了 但是你一直佛法的时候 歇息到一切次第 佛陀所规划的东西 你只要照着它操作 升天 它只是先满足你的需求 它一定会一步一步的 你因为佛法而升天 等到你想受这个快乐以后 你慢慢的从快乐当中 你很自然会升起处理心 然后成就涅槃以后 因为你这个法是佛陀射受的 你出离心生完以后 你一定会发佛陀心 佛陀的法是一层一层的 去引导你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佛陀的教法 不可思议 不是你们二侧人所能理解的 好我们看 前面是教法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讲佛陀的自证 佛陀的所证的智慧不可思议 看经文 如来观之一切诸法之所归去 亦知一切众生身心所行通达无碍 又与诸法究竟明了 世诸众生一切智慧 佛陀的力导人家怎么这么厉害 能够施射这么多的方便 而这么多的方便都能够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引导我们成佛呢 因为佛陀的智慧 亲自所证的智慧不可思议 因为如来能够观之一切法的究竟归一处 他能够知道究竟的中道实相 他也能够知道你心中的希望 他既知实法的中道实相 也知道全法众生你在想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 所以他可以把你的需求跟佛陀的目标 把它成功的结合起来 这就是佛陀厉害的地方 就是佛陀知道你很喜欢扫厕所 那没关系 你到我家来扫厕所 你到我家来扫厕所 跟你到外面扫厕所是不一样的 你到外面扫厕所 你就什么都没了 你回到我家来扫厕所 我一定会 迟早会让你继承家业的 只要你这个家住得下去 所以佛陀呢 他能够把众生的需求 全法 跟佛陀的目标 他一定做一个正确的廉洁 然后呢 试住众生一切是差别智慧 所以我们看佛法的安排 它是有短期的效果 跟长期的效果 短期的效果 它先满足你的需要 长期的效果 当然就是就近扯佛 那现在问题 当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佛陀不在了 就是这个人不在了 法在 就好像医生 这个大医院 要在 医生不在 所以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修学的次第 没有人帮我们安排 比方说 比如说全十二法 我们应该先学全法 还是先学四法 你要是 你要拜佛陀在旁边的佛陀 说你应该怎么样 再怎么样 那么比方说 维士学跟楞严禁 维士学当然是全法 维士学广泛的说明 整个大乘的因果 万华为士 维士学的概念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 是有颠倒妄想 有魔法遏止 但是没关系 佛陀开出 无量的六度法门 你修布施 这个布施的法 在心中运转的时候 你就能怎么样 转世成次 透过布施 你就建立一种 无贪的善梗 那么 他是透过法门 来改造内心 这是维士学 完全是全法 一个一个对峙 楞严禁刚好相反 楞严禁就是说 不要这么费劲 直接的回光幻照 正念真逐 他直接从死法 直接回光幻照 找到我们的家 以不生命心来修学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维士学是站在 旺心的角度来慢慢对峙 我没关系 我内心不干净 我透过法门的修学 实施清佛 是莫实惹尘埃 楞严禁是 直接回归到禁止 本来无一物和入者神埃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我 我们应该先修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在这 都在这里 有些人说要先学相中 再学楞严禁 别则上是对的 先修全法再守 但是 我个人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 这也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也真的是 他学了楞严禁 知道内心本来庆静以后 再进修全法 特别更有力量 所以 当一个充满实证的佛陀 不在的时候 我们只能自己去尝试了 但是不过也没关系 虽然没有佛陀 来带我们回家 但是从法力的射受 来看 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有法 又有佛 那当然最好 那如果没有佛 只有法 我们操作得当 也是可以 从全实当中 得到受益 这个地方是说明 佛陀的自证不可思议 教法不可思议 那么 我们如果今天 没有跟佛陀在一起 我们就失去了佛陀的自证 我们就善用佛陀的教法 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 什么叫佛陀的自证跟教法呢 佛陀跟法陀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看 庚厄的利欲 先讲出一个辟语 看此意的 民无差额差 亦及词而全 好 我们看经文 假设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山川西谷土地 所称 桂木丛林 集株药草 种类若干 名色各异 好 那么 先说明 众生的根基啊 是无差额差 在同一个星星 但是因为 轮回以后 有不同的环境的星系 产生差别的根基 这个讲众生的根基 那么佛陀的法药呢 也只能够配合众生的根基 即使而全 佛陀一开始要用全法 先满足我们的需求 先开出五称的教法 那么众生的善根 是怎么形成的呢 佛陀讲一个 说 在同样一个 三千大界世界当中 这么一个 大家都在三千世界 但是呢 他有各 每一个地方 各有他的 山川西谷土地 山 比我们每一个人 正报的设法 因为这个山啊 它有高低起伏 所以 明显易知 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山 就像我们容易看到 一个人的 设身一样 川 就是感受 那么 川就是水流 水流呢 因为它这个高低差 有些地方比较急 有些比较缓 这个急 就是一种逼迫的痛苦下 那么有些山庄 走得比较缓和 就是一种快乐下 就是讲到我们的苦乐的瘦 穿鼻感受 西 什么叫西呢 就是山跟山之间的河流 它要顺着山势 它有各式各样的趋值的差别 就是表示我们的响应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想法 谷 就是山的底部 所以幽影难见 就是表示我们的行意 那么这个土地呢 就是适应 就前面的色寿小行 适应所依止 所有的山川西谷 都是以土地而住 所以这个 就是在同一个三千大天世界当中呢 东边的山川西谷土地 形成的东边的五印 西边的山川西谷土地 形成的西边的五印 那么在这个不同的五印当中呢 就长出不同的草木 每一个人的五印的习性不同啊 就产生的灰 灰就是草 木就是树木 比较大的就是 高大的是树木 比较短小的是草 那么虫跟林 虫啊就是草所积极的叫做虫 林就是树 大树所积极叫做林 那么这当中 有的是药 有的只是草 有的有出世善根 有的没有出世善根 总而言之啊 种类落干是名色各异 就是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各式各样的五印 而产生各种的善根的差别 啊 好 我们看下一段 这个是 密云米布 遍幅三千 大千世界 一时等数 其则普恰 惠木丛林 集株药草 小根小茎 小枝小叶 中根中茎 中枝中叶 大根大茎 大枝大叶 株树大桥 水上中下 各有所受 一云所语 称其总性 而得生长 花果复食 前面讲的这种草木啊 是讲众生的善根 在无量的轮回当中 它已经是形成了 这是一个现实 佛陀必须要面对现实 佛陀必须要尊重 我们的生命经验 佛陀来到人之间说 不行 我只是说菩萨总性的 那佛陀的慈悲就不普遍了 那其他人只能学外套了 所以佛陀会 尊重每一个人 你过去的生命经验 都没关系 不管你过去 是一个小草 不管你过去 是一个大树 佛教 我家广大 种种皆有 我都可以包装你进来 所以佛陀为了应付 各式各样的众生 佛陀必须怎么样 佛陀说的法就像 乌银 就像遗水 所以佛陀必须怎么样 面对这些众生 是密营 密布 是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作为一个佛陀 他就像一个广大的乌云 含有慈悲的伐水 他照顾到 不管你是躲在山脚下的小树 或者是你是生长在阳光上的大树 佛陀是全部的慈悲都覆盖 就是不管你过去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学佛 我都有办法来射授你 所以佛陀必须大悲 食以那 遍复上天大千世界 当然佛陀不能用人来射授 那佛要是灭渡怎么办呢 所以他要下雨 用雨水来滋润你 所以一直等数 那么这个云出世以后 因为温差的差别 它就转成雨水 就是佛陀的三千大界 是生密的功德跟义密 生 它能献出硬化生 义业就是佛陀大悲性 那么从佛生跟佛义 就转化成佛陀的说法 一十等数 同时平等的数 这个数就是 其实与众生有烦恼的渴望的时候 有各式各样的渴望的时候 活着下雨 那么这个云出世 普遍的去滋润各式各样的 三朝恶暮 诸多药草 不管你是山下的小草 不管你是在山上的阳光中的大树 这当中呢 小跟小敬 中之中业 中跟中敬 中之中业 乃至于各种大树小树 都能够得到法义的接受 这个跟敬之业 我们解释一下 跟 是在大地下面的 看不见的 叫做你一个人的信心 你这个人学佛 有没有信心 也没有人看得出来 就是你自己知道 所以跟是信心 敬就是你持戒 就看得到了 知就是禅定 业就是智慧 就是你一棵树 长得好不好 长得直不直 长得貌不茂盛 水果多不多 就是用你的信戒定慧决定 那么小跟小敬 小事小业 就是人天总性的信戒定慧 中跟的就是二称的信戒定慧 大根经大经就是菩萨的信戒定慧 还有这种各种述 包括通教的菩萨跟别教菩萨 总而言之呢 随上中下各有所受 总而言之 你只要进入佛教 是一饮所欲 是同一片云生出的法语 而随顺众生的根基 各得生长 花果 不死 就是开花结果 他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都学佛 但是 今生当然看不出来 你拜佛你也来 上课你也来 导佛妻你也来 所以因地 大家都看不出来 但是来生就看出来了 今生大家就学佛 来生有些人生天 有些人到净土去 有些人到涅槃去 成就涅槃 甚至有些人学佛 要到三个道 那这些差别是怎么来的呢 你不能怪仪水 作为仪水 作为乌影跟仪水 它没有简别的 是 因为大家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送金的时候 你也到 拜仗的时候 你也到 但是 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的法 佛法 进入到我们内心的时候 就产生转变 因为他这个法 跟你的根基 接触的时候 这个法也进去的时候 有些你可以吸收 有些你没有办法吸收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经验 这个设受想形式 我们通过 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思想 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 行应的直取 就受想形 比方说 人天总性的人 他会骑什么 他要骑快乐的这一块 李古德勒 他会把所有的佛法 安逸待 追求快乐 你为什么拜仗 追求快乐 他为什么参加佛妻 也追求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今生修了半天 他来生变成只有快乐 因为他是一个小草 你这样多 太多的也都没有用 你跟他讲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因为他吸收的就是 他只要他 他只要了他这一部分 那么作为一个小草 他的目的只是追求快乐 所以佛陀讲再多都没有用 那如果你是一个中根 好一点二称人 他厌苦心空 他追求空性 他要的是涅槃激进 所以你跟他讲什么 他参加什么法会 通通一样 你参加未来以后 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向涅槃 他自己 他要了就是这一块 那么菩萨他修什么法 他的目的都是要 成就菩提心 成就他的六度的功德 也就是说 同样的下雨 同样一片乌云 但是众生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所以这个东西 跟佛陀 其实跟法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无差而差 这个就是佛陀的 当然佛法的力量 一时改变不了你 但是你只要接受 就是佛陀在 现实生活当中 先满足你 当下的需求 这就是说 你小草 你只能吸收快乐最快 那么中草就吸收到空性 那么你一个大数 你就能够吸收到 佛陀的少分的功德 就这样子的差别 好我们看 子二的 名无差而差 欲其权而死 好 看经文 虽一地所称 一鱼所锐 而诸草木 各有差别 这一下把它 会归到 忠告实相 就是说 草木 虽然各有差别 但是 我们要注意 两件事情 第一个 每一个人的学佛 有些人伸天 有些人到净土 有些人到涅槃 他们都是 同一个真主本性 这个升天是从哪里来 是真主本性献出来的 他到人天的快乐 也是真主本性献出来的 这第一个 同一片大地 第二个 同一片 同一位的雨水 他们都是因为佛法的修学 而升天 而往生 而成佛 所以这个地方 就说明的回归到 无差别的 就是从究竟 究竟来说 是没有差别 就是 虽然佛法的修学 暂时来说 看到很多差别 你看大家都学佛 大家都听《法华经》 开始来生 各种各的 有些人到天上 因为学《法华经》 到天上去了 有些人《法华经》 到净土去了 有些人《法华经》 到直接成佛了 虽然有这么多的 短期的差别 但是究竟来说 都是归于 真如本性 归于重道实相 好 我们看副表 第十四个副表 我们把这个三草 我们做一个说明 那么药草一品 它所要说的 有两件 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们把药草一品 我们切成三块 最上一层的 就是乌云跟乙水 就是乌云是谁呢 佛陀 佛陀大云土富 佛陀的平等心 大悲平等 普遍地覆盖 三千大千世界 第二个 乙水 佛陀的法语 也是一时等数 佛陀的乙水 也是遍满的照顾 那么最上一层 是一种佛法的智论 佛法的智论 看中间这一层 第二层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经验 累积的个人的习性 我们是带有习性来学佛的 诸位 我们是因为 无量节来 累积很多生命经验 再来学佛了 我们可不是回到清净性来学佛 就是每一个人学佛 本身就不平等 所以我们带有 带忘修真 带有个人的妄想习性来学佛 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形成的 三朝恶目 这是第二层 三朝恶目 有小朝 有中朝 有大朝 有小树 有大树 那么第三层 我们看大地 这个大地可不是山川西谷 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是土壤 是表层的 它这个大地是更深层的 这些三朝恶目 回归来说 都是依止同一个大地 那么这样讲 好 我们看到 我们先从三朝恶目来看 三朝恶目 它从上 接受佛法的智论 对不对 佛法之路以后各自生长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就是静果受差别 这是为什么 同一个佛法 我们跪一同一个佛陀 我们学习同一个佛法 但是各自受益不同 这跟佛法没关系 因为你要你的 你要的就是快乐 佛陀也没办法 各其所需 所以我们这个三朝恶目 来自上面同样的枝论 而得生长 各自生长各自的 草生长草的 树生长树的 就是从上发展 叫做世修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根是向下发展 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的智慧 我们不管是什么智慧 其实只要你学佛 你同时都是在靠近真理 你的根部都是在 往大地的方向发展 所以 不是说 你回家以后 一定要先扫厕所 才能回家的 不是 其实你接触佛法的时候 世修理官 前法 实法 是同时在操作的 当这棵树在成长的过程 你也在靠近真主本性 这就是佛法妙的地方 你上面 是草木的生长 下面是根的 往下的 更加的安住 所以 其实理论上来说 我们得到佛法以后 我们有向上的真相 也有向下的安住 这个就是佛法出身的地方 这个就是 佛德的滋论 是一个双向的 前法在滋住你 满足你的需要 实法在滋住你 让你更靠近家 是同时的 他把回家跟工作 把它集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 以水 高明的地方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